勇敢的彩虹鱼 大洋的远处有一群鱼聚集相依 这是一种特殊的鱼 每一条都有闪闪发光的鳍 自从红彩鱼把自己美丽的鳍送给周围的鱼 以后它们就成为好朋友 做什么事都一起做 它们一起游 一起玩 一起吃东西 休息的时候也聚集在一起 它们和平相处 不在意任何一种鱼 一天当它们正在玩着追逐游戏的时候 一条半纹尾巴的小鱼突然游过来 它们一束远的眼光看着它 半纹尾巴的小鱼开口说 朋友们请让我一起玩好不好 鱼群中的一条立即回答 我们正在玩追逐戏被捉猪裙子的就要认输 你没有像我们这样有裙子 怎么玩呢 半纹尾巴的小鱼在问 要有特殊的裙子才能玩吗 当然了 鱼群中的另一条回答 好了 我们继续玩吧 不再管它了 于是 它们继续玩这尚未完成的游戏 可是 再红鱼觉得很过意不去 不过 为了不得罪鱼群 它不敢开口 为那条半纹尾巴小鱼的说好话 于是 慢慢地游过来 跟着朋友们玩 心里觉得 有点不好意思 半纹尾巴小鱼 孤单单地围绕着 十元周旋 愁眉愁脸看着 那些鱼聚取玩乐 那些鱼在进车的水中 飞快地游泳 潜水 互相坠逐 身边的骑 闪闪发光 就在这时候 再红鱼 回想以前自己 所经历过的寂寞感 那时 其他的鱼 都不跟它玩 因为 它不愿意给大家自己沾滥 美丽的鳞 现在呢 谁也都想跟它玩 因为 它把那些鳞凶给大家了 也就是 因为过于探玩 鱼群中 没有一条发现 十元变得危险 一条鲨鱼 像箭头一样 冲击鱼群 使它们 近黄地往 次数躲避 幸好 它们都安全地 躲进了石缝 鲨鱼 盛行太大 所以 涮不清去 不过 还有那条 半纹尾巴的小鱼 它来不及躲避 再红鱼 往外看 非常恐惧 旁边的一条小鱼 问它 有什么事吗 再红鱼回答 那条 半纹尾巴的小鱼 还在外边 只有它一个 我们要 尽快解救它 否则 会 危急到头了 话一说后 再红鱼 就马上 向外边 冲输去 同时 呼唤朋友们 大家 快跟着我吧 鱼群 虽然害怕 但是 它们知道 这是自己 该做的事 它们一起 跟随再红鱼 游出去 一会儿 就看见 半纹尾巴的小鱼 正在 鱼那个可怕的 嘴前 舍利正茬 再红鱼 知道 半纹尾巴的小鱼 快要 静疲力竭了 快 冲上去 解救它 再红鱼 大声地喊 于是 一群鱼 一同向鲨鱼 冲上去 鲨鱼 手足不错 东张西望 左抓右咬 直到 眼花缭乱 趁此机会 彩虹鱼 摸摸地 带着 半纹尾巴的小鱼 逃到安全地方 那条半纹尾巴的小鱼说 你真勇敢 谢谢你 救命我 小鱼们 看着那条鲨鱼 疲倦地离去 大家都安全 回到食园以后 都热烈欢迎半纹尾巴的小鱼 加入队伍 再红鱼说 要是你喜欢 你可以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玩 半纹尾巴的小鱼问道 我没有像你们那样的裙子 怎么能玩呢 其中的一条鱼说 你没有像我们那样的裙子 但是 你有像我们一样的鳞 我们换另一种游戏 从被捉住裙子 换成被捉住骑的就是书的人 鱼裙 欢呼表示赞同 并冲轻轻舍的水中 痛快的玩乐